来倒梯蹲了 哇倒梯蹲就是个不愿面对的动作 不想面对 讲一下倒梯蹲 倒梯蹲先讲正面 正面的话你的双脚啊 一开始预备备站姿的时候 脚跟几乎碰到 脚跟啊几乎碰到 不用踩死 这样快碰到这样就好 然后脚尖可以自然的 朝斜外45度 不用太平 然后不用那么平 不是跳芭蕾舞 所以就微微往外就好 然后下去蹲的时候 你一定要让你的屁股 永远都在脖子的正下方 所以请看我从上面蹲下来 腿这样子 你的咖骨就是大腿的根部 大腿根部要比膝盖还要高哦 不要凹下去 这样就跑下去了 这样 长这样对这是正面 咖骨比膝盖高哦有够累 好来看一下侧面 我们等一下侧面呢 看两个地方 看两个地方 第一个是 你的大腿跟小腿 我要特写大腿小腿 好这边 应该看得到吧 再低一点 OK 好 我们的大腿跟小腿只能碰到小腿肚 突突的地方 就是我现在呼吸的后面这里 然后还有下去小腿中段 这个是我的小腿 这个是我的小腿 整根小腿 然后中间是不是在这边 小腿中间在这里 所以我最低只会碰到这边 不能再低了 不能再低了 所以你看我来哦 屁股上的时候 大腿只会碰到呼吸 然后下去一点点碰到小腿中间 屁股上 大腿的下面只会碰到呼吸哦 不能这样 这样太低了 不可以这样 不能上下上下 然后这个已经摸到小腿下面 我的大腿不能这么低 我要大腿要在这里 这里 伤下伤下伤下 有够累 是不是 可是就是在那个位置 在那个位置 然后第二件事情要看的是脊椎嘛 好脊椎 然后我有点 要用画图了 不然我这样讲 停在那边我快 腿有点酸 等一下还要陪你们做 对 画图时间 这个是 盖盖子 这是掀盖子 好 这是我的头 然后背 腰 吞 吞 第一节 第二节 有看到吗 第一节是背 很粗的那个是背 然后第二节 下背部 下背部我们都讲腰就好 臀部 第三节 第三节 好 然后呢 接下来 屁股上的时候 这边都不会动 头 背 腰 还是一样在一直线上 只有臀部翘出来 翘出来 那你的臀部翘出来的话 你的膝盖会变小 膝盖变小代表什么意思 就是你的大腿 从侧面看会变长 侧面看变长 然后屁股盖盖子盖回去的时候 大腿从侧面看会变短 我做一次给你们看 你就知道我在讲什么 我很怕撞破它 应该不会撞破它吧 我把它放后面一点 放后面一点 OK 好 很好耶 好棒哦 好 偷偷一点 一直线出现了 这样 预备呗 好这是下哦 然后我要先盖子哦 先 你的背还是一直线 马尾还是在一直线上 但屁股超过那条线 然后下 回到 一直线上 然后上 然后下 其实手不会放这边 但是我如果放这边 会挡到屁股 手不会放这边 手通常都放 腿或是放后面 但是先这样 先这样看得到身体 然后 然后 腿好痠哦 六七再一次 一的时候啊 屁股要超过这个线 然后身体不能超过 屁股超过就好 就是上 然后你看大腿比较多 因为看到比较多的大腿 然后我要下去 大腿会变少一点 就是侧面看不太到 就会 只有看到这样 然后上来的时候 比较多 比较长 大腿比较长 大腿比较短 因为现在这样 然后侧面比较多 哦 好 很过累 我再做最后一个八就好